光影而三世,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 之前阿月收到一位固有的消息 内心思绪分杂 忍不住想起一部老电影 这部电影的名字是《爱不胜房》 希望大家看完之后能够有所感悟 伯克是时下火热的心理疗愈大师 他撰写的《心理创伤自救》书籍 不再伤痛,风靡全球 然而伯克真正的内心充满痛苦 他一直沉浸在妻子离世的阴影当中 不知该如何摆脱那段沉痛的回忆 所谓医者不能自医 尽管伯克帮助过许多人走出阴影 但他面对自己时却时常感到无助 伯克写书原本只是为了宣泄情绪 谁整想竟一举爆红 伯克不敢暴露自己的脆弱 只好伪装成一副完全走出过往的样子 幸好人们似乎十分信服他的疗愈方法 但也有例外的时候 建筑师沃尔特并不认同伯克的疗愈理念 伯克演讲现场的笑容和夸张手势 都令沃尔特感到不自在 他觉得这些都是在做无用功 对他忘记儿子离世的阴影更是毫无用处 伯克内心理解沃尔特的想法 我的治疗方案连我自己都无法拯救 谎论去治疗他人 但碍于自己之后要洽谈的工作 伯克不得不安抚沃尔特的情绪 希望他暂时不要退废 否则伯克之后的事业定会受到打击 伯克把这件事当成了生活的小曲折 而在不久后 伯克无意间遇到漂亮的花店老板 埃洛兹 对方古灵精怪的性格 以及在挂画之后隐藏暗号的小习惯 让伯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虽然第一次见面 他就被埃洛兹的暗号嘲讽为八卦人员 但伯克仍未放弃与对方相识的心 然而再次见面时 伯克发现埃洛兹竟不会说话 只能笔画手语与他人互动 伯克看到这一幕感到诧异 他以为像埃洛兹这样活泼的女人 肯定是个小话匣子 谁承想 对方竟早已失去语言能力 伯克完全被欺骗了 埃洛兹其实会说话 但他不想搭理伯克 才出此下策 因为埃洛兹讨厌情服的男人 他的前男友就时常利用自己的名人身份 与不同女性发展多余关系 伯克在酒吧向埃洛兹搭讪的行为 被他先入为主地认为 伯克也是一个花花公子 埃洛兹宁可回家照顾花园 也不想与伯克这种花心难约会 伯克还未意识到自己已被讨厌 只觉得埃洛兹令他魂牵梦莹 在看到走廊中的花束时 伯克情不自禁摘下一朵放在胸前 仿佛这样便能与埃洛兹亲近一些 但伯克的好心情 结束于交流会后的签名环节 某位老人来者不善 对伯克极尽讽刺 甚至嘲讽他是伪君子 而伯克一句话也不敢反驳 因为这名老人正是他的岳父 他心怀秘密 一直无法面对妻子的家人们 伯克的好友莱恩对此十分愧疚 他知道伯克的妻子正是西雅图人 但是为了帮伯克造势 以及洽谈后续工作事宜 莱恩依然强求好友回到西雅图 所以伯克才不得不面对岳父的责难 伯克知道今天的事情不是朋友的工作 一切的根源是他自己 如果不是伯克构先谎言 岳父恐怕不会如此积极败坏 伯克心知肚明真实缘由 却仍在不归路上越走越远 毕竟生活总是充满戏剧性 努力的回报未必是甘甜的果实 也有可能是酸色的柠檬 此时人们要么愁眉苦脸咽下苦果 要么享用清爽的柠檬汁 伯克的表现像是后者 利用妻子去世仪式写书 获得赞誉 成为人生赢家 只有伯克知道 自己其实是前者 在无数次午夜梦回时 看着妻子留下的影像 暗此伤心 另一边的埃洛兹也沉浸在伤心中 她的伤心同样无人理解 闺蜜玛蒂只庆幸她终于脱离苦海 埃洛兹看到好有夸张的表现 心中的悲伤一扫而空 破地微笑 确实 摆脱前男友那种轻浮难后 埃洛兹心中除了伤心外 还有轻松 说实话 伤心也是为前男友的屡教不改而伤心 他们之间的爱情早就严笑云散了 打起精神的埃洛兹重新投入到工作中 然而 他与工作人员畅谈的一幕 尽数落入伯克眼中 伯克为自己被欺骗而感到愤怒 他当即走到埃洛兹身边 阴阳怪弃对方的虚伪 伯克恶意猜测埃洛兹伪装的理由 你是不是怕别人看出你监狱其外 败蓄其中 内心充满自卑 所以才装聋作业 既然你这么喜欢笔手语 那我就送你个国际友好手势 埃洛兹只对这套冷嘲热讽 感到深深的不解 他们又不熟 何必这般生气 埃洛兹越想越气 立刻冲进南西手间 与伯克对峙 你看起来像个隐婚男人 怎么敢在酒吧随意搭讪 之后是不是还要去电梯 健身房寻找狼们 你这样做对得及你老婆吗 你们这些花心男 真是毫无底线 我装聋作业 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对策吗 真是不是好人心 其料 这场乌龙吵架 全部落到无辜路人耳中 二人看到尴尬的路人 羞愧地结束了这场 莫名其妙的会面 不过 这次争执也拉近了 二人之间的距离 他们意识到彼此间 存在着令人啼笑皆非的误会 择日不如撞日 不如今晚就开始约会 这场突如其来的约会 竟意外的气氛融洽 伯克感受到 自妻子三年前离世后 罕见的放松 埃洛兹也察觉到 自己内心涌现出的奇异快乐 仿佛他们生来便是天生一对 就应该成为有情人 因此 晚餐结束后 埃洛兹不舍得与伯克分别 邀请对方来到自己的花店 花店是埃洛兹引以为傲的产业 每处花中都放着独特的卡片 上面写着每个人最想诉说的话语 花和卡片 都是人们互相交流的一种媒介 只有彼此坦诚 人们才能互相靠近 才能补救过错 伯克从这件事当中汲取灵感 在下一次的心理疗愈交流会上 采用这个主题 让人们面对蜡烛 坦诚内心的悔恨 有人坦白 自己曾挪用他人资金 有人坦白 自己制作了爱人的等身模型 以便行事 但伯克最好奇的对象是沃尔特 时至今日 这名建筑师仍不情愿积极配合治疗 只不过没有最初那般抗拒 沃尔特面对伯克的邀请 第一反应仍是拒绝 在伯克的一再坚持下 才开始讲述儿子的死因 那个12岁的小男孩十分优秀 是父亲的好帮手 但是非常淘气 他趁父亲离开时 随意在车上攀爬 意外因此发生 这个恐怖的噩梦 至今仍伴随着沃尔特 他与妻子的关系变得紧张 事业也从此一蹶不振 众人听到沃尔特的过往 情不自禁眼含热泪 他们都曾有过相似的遭遇 其中失去至亲之人的悲痛 最令人欣赏 伯克也理解这种心情 但他现在的身份 是心理疗愈大师 伯克不得不强大起精神 等着粉丝们 开始下一个环节 过美版 人们需要光脚走过 烧得滚烫的美版 表示自己抵制沉痛过往的决心 然而 这个环节轮到沃尔特时 又一次陷入卡顿 沃尔特认为这是无用之举 与他的儿子毫无关系 更无法治愈他的阴影 这只是一场可笑的闹剧 就跟伯克的代表性手势一样 哪怕伯克一直才在美版上 发出邀请 任由脚底被烤得冒烟 沃尔特仍决绝地离去 尽管他看到了伯克的诚意 但是治愈 并非只有诚意就足够了 沃尔特无法理解 这个环节的作用 事宜他绝不会赞誉 伯克何尝不知道 自己做的事无用功 毕竟 沃尔特与他极其相似 采美版自我折磨的行为 没有把伯克从过往阴影中拯救出来 自然也无法拯救沃尔特 但是伯克还是踩了上去 那一刻 他迫切希望自己的方法真的有用 真的可以帮助沃尔特 这些被过往纠缠的人 走出泥掌 可惜 伯克的愿望终时落空 但这一幕尽数被埃洛兹收尽眼底 他第一次正视伯克的身份 对方毫不犹豫 踩上美版的样子 犹如传闻中 割肉丝鹰的圣人 那份决绝令埃罗兹震撼 也令他心动 埃罗兹不由得拿起伯克的作品 准备认真了解一番对方的内心 伯克还不知道这个意外之喜 他早早处理过脚底伤口后 便不得不来洽谈后续工作进展 投资方列举众多计划 广告代言 作品改编 准备进一步提升伯克的名声 让他赚得盆满钵满 伯克乐意见的这种场面 虽然他当初走红是意外 但持续的红是精心策划 毕竟谁不喜欢钱呢 伯克此时事业爱情双丰收 工作驾谈顺利 埃罗兹也向他提出新的约会邀请 他们乘坐电话车 一起在场外看演唱会 演唱会的氛围极其热烈 如火的欢呼声 一路传到场外 伯克看着埃罗兹认真的神情 觉得幸福似乎近在之至 但他并未失去理智 埃罗兹从未给他确切答案 尽管埃罗兹的妈妈很喜欢他 但埃罗兹本人 却从未定义过他们之间的暧昧 不过 伯克的忧心很快烟消云散 在他们离别之际 埃罗兹不仅承认自己研读过他的作品 还送给他一个甜蜜的吻 这个吻在埃罗兹眼中不算什么 诚然他很喜欢伯克 但他也认可伯克与妻子之间的情深四海 埃罗兹没想到 这个吻早已让伯克忘乎所以 对方敲掉与投资方的会议 在各种挂话后面寻找埃罗兹的暗号 差点被路过的小孩子误以为变态 伯克完全没有为自己的形象担忧 他只为自己终于找到暗号而欣喜若狂 伯克已经忘记会议的存在 查明暗号含义后 便迫不及待找到埃罗兹 而莱恩还在会议室内与投资方哭等 没料到伯克早已与美人一起去纸醉金迷 当莱恩看到好友放纵的一幕 只觉得自己完完全全被利用了 他费尽心思帮伯克牵线 大投资 对方竟然在与两个美女痛快约会 但莱恩的怒气来得快 去得越快 他已经很久没见过伯克高兴的样子 如果埃罗兹确实能带给好友幸福 他可以接受事业发展 被排在后面 幸福最重要 他已经离伯克而去许久 倘若现在就是那个幸福回来的机会 好友确实应该抓住 然而伯克仍旧回答 事业为重 不过暂时的放纵也未尝不可 伯克与埃洛兹 莱恩与马蒂 两两成队一起夜游 他们攀爬雕像 参观李小龙墓碑 武打巨星短暂却璀散的人生经历 令人情不自禁谈论起 关于死亡与葬礼的话题 伯克也谈起关于妻子的葬礼 他将其描述为一个盛典 讲述三月份的大栗花 绽放得浓艳灿烂 但西雅图的大栗花 分明是在秋季绽放 埃洛兹迅速意识到 伯克是在撒谎 但伯克已经心不在眼 他生成那年的大栗花 或许是提前盛开 而后并匆匆离去 离开的伯克 来到与妻子游玩过的观景台 他们曾在此留下美好回忆 现在户地重游 只剩他孤身一人 伯克在这无人打扰的夜晚 终于展露自己的伤心欲绝 之后的交流会上 伯克已经看不出对非的样子 他又变成心理疗愈的权威专家 在粉丝面前滔滔不绝 鼓励他们拼尽全力去努力 去摆脱过往 但沃尔特的反应 又一次把伯克打回原形 走出阴影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存者且偷生 死者长依依 原本可以参加棒球比赛的小男孩 此时已经变成盒子内的一捧灰 就像伯克的妻子 原本可以再次去游览观景态 可得成为地下的一抹游魂 再也无法顾地中游 徒留活着的人 沉溺在伤心之中 他们还要如何去摆脱阴影呢 难道凭借努力 就可以告别过往吗 沃尔特岂不明白走出阴影 便能开始新的生活 但他做不到 曾经的爱深切得难以陈述 他只能久久地惋惜 伯克看到痛苦的沃尔特 宛如看到了夜深人静时的自己 伯克没能拯救自己 但至少现在 他可以想办法拯救沃尔特 伯克会像建筑师盖房子那样 重新搭建沃尔特的新世界 伯克带领粉丝们来到五金店 沃尔特载购了一批儿子喜欢的工具 最终账单上的数字 令莱恩眉头紧重 但是伯克看到沃尔特释然的笑容 只觉得一切都值得 沃尔特看着购物车内的工具 已经明白伯克的用意 死者无法复生 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曾经来过 那些爱和回忆真实存在着 我们还可以代替他们活下去 去做他们喜欢的事情 去看他们喜爱的风景 此行也令伯克受益匪浅 他下定决心找到埃罗兹 坦白自己并未去过妻子的葬礼 埃罗兹已经得知这个真相 他也看出伯克从未挣脱妻子离世的阴影 埃罗兹希望伯克不再独自痛苦 因此他趁热打铁 鼓励伯克去做那些一直以来逃避的事情 比如跟岳父母深度会谈 再比如完整妻子的遗愿 放生他们的宠物鹦鹉 洛奇 现在洛奇正好在岳父母手中 这是多好的一时二鸟机会 埃罗兹当即拉着伯克来到老夫妇家中 伯克只觉得自己被赶压死上架 但看着埃罗兹干净满满的样子 伯克拒绝的话又被咽了回去 然而他在正门前犹豫半天 最后依然决定要到后门前入 洛奇的笼子被挂在厨房里 而岳父母正在客厅看电视 伯克觉得这是大好机会 但岳父突然来到厨房倒水 吓得伯克赶紧躲到戳子底下 洛奇这个小家伙 还一直发出警笛一样的叫声 似乎在提醒岳父 屋内有人 但洛奇平日里似乎也这么叫 岳父以为小鹦鹉又在无事生非 倒完水后便离开了 伯克侥幸逃过一劫 联王提着笼子逃走 埃罗兹看到伯克这么快回来 还以为万事圣意 听到伯克的坦白后 才知道对方是当了一次偷鸟贼 好吧 事情不易造之过急 他们总有谈心的一天 洛奇的放生之旅也十分干渴 他随着伯克的驱赶动作 蹦蹦跳跳 愣是不敢离开 直到伯克离去又返回 洛奇才斩翅飞走 伯克看着鹦鹉自由飞翔的样子 内心十分沉重 那是他渴望不可及的自由 是摆脱阴影的自由 伯克自己仍是龙中的鸟 满嘴谎言 被沉重的阴影 盯死在牢笼中 这样的他 要如何接纳新的感情 埃罗兹温柔美丽 落落大方 他指得更好的男人 而不是坐在保护壳内的胆小鬼伯克 但埃罗兹却说 他只是单纯喜欢真实的伯克 无关那些广受好评的账销书 也无关光鲜亮丽的权威名号 埃罗兹喜欢的是面前的伯克 是不敢面对岳父的伯克 也是为粉丝们呕心地穴的伯克 伯克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这世上怎么会有人喜欢真实的他 如果埃罗兹知道妻子离世的真相 他的心一定会变 伯克不敢去读这个风险 他逃离真实的爱意 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事业当中 伯克认为只要他足够忙碌 就没有时间伤心 莱恩对好友的状态感到忧心 尽管他仍然为伯克安排了新工作 但他也偷偷联系了埃罗兹 莱恩固然支持事业风生水起 但他更在乎伯克能否得到幸福 自日伯克推开会议室的门时 还以为即将见到的是新的投资方 但房间内的却是埃罗兹 伯克一下子僵在原地 然而埃罗兹却没有责怪爱人的意思 他已经从莱恩那里得知全部真相 真相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沉重 无论如何 埃罗兹都不会指责伯克的谎言 更不会离他而去 埃罗兹只希望伯克可以走出阴影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拯救之路 真话使伯克陷入沉思 演讲即将开始时 他的心情仍未平静 听到莱恩的介绍声 伯克才甘甘争起笑容 一如往常般强颜欢笑 但他知道自己的心并不如以往坚定 伯克正在摇摆不定 这股吹吹不安的情绪 在他拿起麦克风时 终于落地生根 人群寂静 只有伯克的声音在场馆内回答 他哽咽着陈述自己隐瞒的真相 伯克是妻子离世的罪魁祸首 那天晚上 他们在车内微微不足道的小事争论 没有及时注意到马路中央 突然出现一只小狗 作为司机的伯克看到后 立即急刹车 于是意外横生 而伯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死去 如果他及早发现道路上的异常 妻子就不会殒命 他是罪魁祸首 是杀人犯 是欺诈狂魔 在妻子死后还隐瞒真相 窜改见时撒下弥天大谎 欺骗了无数信任 爱戴伯克的粉丝 他得不配位 罪该万死 一个人何等绝望时 才会发出此种悲鸣 这样残忍的自我剖析 令现场的每个人都禁不住流泪 早已赶来的岳父眼泪流满面 他忍不住出声 车祸难以避免 水都无能为力 妻子的死绝不是伯克的过错 他们指责伯克也是在气愤其他事情 老夫妇感同身受伯克的伤心 却未在女儿的葬礼现场看到伯克 此后更是听闻对方写书赚钱 谎话连篇 他们为伯克强装无视的态度感到伤心 因为逃避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勇敢面对残事 他们只是担心伯克为此太过伤心 更何况伯克对他们而言 也并不仅仅是女婿 而是如同亲儿子一般的存在 天底下又有哪堆父母 会真心痛恨自己的孩子呢 伯克的新生活现在才算正式开始 投资方并未因那场失控的演讲放弃他 岳父母一欢迎他之后常来联系 毕竟伯克能够好好地生活 也是妻子的意愿 而美好的新生活 除了事业和亲情外 还有一项重要因素 伯克盛装打扮来到爱洛兹的花店 可以事先留下纸条 相信爱人一定会明白他的意思 当迎接客人的铃声再度响起 爱也会如期而至 天无绝人之路 尽管比较晚 但伯克仍然走出了往日阴霾 就像洛奇不知迷路多久 又飞回了岳父身边 本片完 影片《爱不胜房》上映于2009年 讲述了心理疗愈专家博客 一步步走出阴影 甚至收获了爱情这个意外之喜的故事 伤痛是生活中难以避免的存在 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 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遗憾 有些遗憾深切得难以陈述 可是生活总是要继续 那些伤口只是生活中难以避免的一部分 与伤痛和解的方式 从来不是避而不谈 而是携带伤痛一起走下去 我们知道它将一直存在 甚至隐隐作痛 但那也是组成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不是吗 大家陷入情绪低谷时 是会隐瞒伤口 还是坦白自我 让伤疤变成人生重建的砖瓦 共同走向崭新的生活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晚安 我们下期见